你好 歡迎收看正正有詞 你知道婚前跟婚後 到底有多大的差別嗎 對很多男性朋友來講 對 你一定聽過有很多男性朋友抱怨 對 婚前每次吃飯 都跟小雞在奪米一樣 到了婚後一盆飯擺在前面 搞不好還吃不夠 對 那是婚前婚後 可能如果真的你聽到女性朋友在講的話 王子為什麼都會變青蛙呢 那婚前我那個王子到底到哪裡去了 你真的覺得婚前跟婚後 夫妻之間會差別這麼大嗎 到底差別的原因在哪裡 那個愛是不在了 還是那個愛還在 只是自己人嘛 何必這麼裝表面 如果你現在看你的另外一半 你會希望他回到婚前那個樣子嗎 今天在節目現場問你邀請到 對 有人夫也有人妻的代表 大家打開天窗說亮話 婚前婚後 你對他到底有哪點不滿 一次說出來 如果真的沒辦法解決 來找我 好不好 如果能解決當然就好 當然不希望你們來找我 OK 來 歡迎現場所有來賓 對 對 來 經理 那不要來找我 好不好 最多到黃老師那地方聊聊天就可以 對 那就很嚴重了 我是老朋友 所以會優待 OK 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你從很多一些社會新聞來看的話 真的都會發現說 難道婚前跟婚後真的會差這麼多嗎 對不對 人妻升絕被騙婚 結婚五天就出家還離婚 這也太嚴重了吧 婚姻都啦 婚姻前 婚姻後絕對都會有變 不可能沒變 你講話小心講 太少太少 這對夫妻他們其實交往六年 那很久了 對 六年很久 六年期間這個男生對女方是百依百順 OK 根本就是像歸兒子一樣 結婚前所有的工作薪水都交給女方 對 那女方要吃什麼 要喝什麼 他全部付錢 同居住在一起 他全部打掃什麼 洗衣全都來 可是問題是 當他們蓋下這個結婚證書的那一刹那期 老公就變了 老公就說 現在開始我們是要共同分擔 那所以說有很多事你要做 那我們的財產也是共有志 好 OK 就把工作遲了 也不上班了 不但如此來露出那種 猙獰的面目開始家暴 才五天而已 就把老婆打出家門 天啊 前六年交往的時候 一點都沒露出來 都沒露出來 天啊 那老婆也不甘示弱 好 那你既然這樣子 婚後 婚前 婚後 差太多了 馬上東西拎了就跑 然後就互相不再聯絡 那老公也透過各種方式 一找人 問題是找不到 好啦 這時候就收到 老婆寄來的離婚這個協議書 但老公不願意離 結果老婆跑去哪裡 跑去廟裡出家 剃了一個大光頭 然後穿了一身袈裟 那隔了一陣子之後 兩方才願意到法庭去協調 好 那老公本來一開始還表明說 我就是不要理 我這輩子就更定你 而且我要把你拖到死為止 那好啦 上了法庭 一看到以前辛亥的老婆 當然也是被他家暴的老婆 一臉髮相 然後穿著袈裟 那個話大概也講不出來了 看到那個樣子大概什麼慾望也沒了 就跟法官講 不然趕緊離離 算了 法官說既然要離 那最好 那女方呢 女方說我現在一生決然 一切奉獻給佛祖 所以我什麼也沒得給老公 法官就義務賠償你九千塊 大家不答應 老公說 管他多少錢 我拿了我就走 所以馬上就簽 當庭就結束 晃晃是 前面六年耶 而且感覺上是生活在一起 然後薪水上繳 然後言聽必從 你說什麼都可以 婚後五天就變成這樣 人要隱藏這麼久嗎 也許他是忍耐那麼久吧 他為什麼要忍 怎麼可能忍那麼久 很難講 我跟你說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都應該去看心理醫師 而且才五天結婚後 五天翻演 有暴力以後 他就出家 這也很奇怪 也不需要做到這種程度 可以表示說 這個男的搞不好就是 已經忍耐很久 所以終於娶到你了 所以我那個原來的面目跑出來了 你懂的意思 我不再演了 那女的也有可能就認為說 蛤 你可以演這麼久 然後我變得你騙成這樣子 我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我乾脆出家算 對人性徹底失望 所以他們這兩個人都應該去看醫生 對 因為剛才我講說對人性徹底失望 而且五天喔 因為時間太快 菁麗 不行 你有沒有辦法理解 剛剛說六年嘛 我們是交往九年 也是婚後 那個婚前婚後差那麼多 我們是九年 戴隆先生 還有嗎 還講別人 菁麗 那九年 小戴好歹沒有結婚婚以後 那一個禮拜就突然 面具跟變臉一樣 面具一絲 差菁麗 他有辦法改變 可是我就覺得說像夫妻關係 我覺得是什麼 賭博 對 吸毒 你說那些是絕對不能夠有 對 那些有些 對 然後那個外遇 打老婆 這件事情是我是沒辦法接受的 我覺得浩斯攬座 或者是一些比較烈根性 我覺得還可以再協調 對啦 因為真的六年感情說放 也不太容易放 但是我覺得出家這個 女生就有點太傻了 我覺得我最近一個新聞 大家都知道嘛 其實我覺得閃婚嘛 最好的抱負就是 活得比他更好 嫁得比他更好 閃婚 20年都可以找回來了 怕什麼 對 怎麼樣 大家都留著20年的電話號碼 有 都沒有話碼 有 你們兩位這麼開心幹嘛 尤其夏欣妮 你老公還在對面 我只能夠留 這麼一隻真可憐 一樣 小戴 那你覺得呢 這個老公為什麼會有 這麼大的轉變 應該這樣講 得到了 得到了之後就整個人心情放鬆 我看現在就是你的心態 現在講就是你的心態 否認 人之常情 對 人之常情 你戀愛的時候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台灣有一個人 就是不吃苦苦 對 吃了就嚇壞了 你知道嗎 就不稀奇了嘛 也就是說追不到的時候 他就很珍惜 因為他是男人的那種 那種獵物的那種 這是生物本人 對 生物本人 他就認為說我一定要追到你 那追了以後 我常常說沒有追以前 追不到以前 就是把你當那個什麼盆 他結婚以後就把你當古董 放在家裡 等他慢慢爭執 他自己說再出去外面找 有沒有新的獵物 你懂我意思嗎 但女人就是他一生都希望浪漫 可是男生認為說 我為了要得到你 我的浪漫是有所目的的 所以我就順著你 然後照著你的浪漫去走 可是已經得到了 還要浪什麼慢 他自己心裡 都沒有辦法說服他自己 你知道嗎 對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太太我怪他說 你從打工的時候 追我就是去存錢買花 到後來就是比較有錢了 當小主管就開始 送花 定期送花 可是你現在等著當董事長 我從來沒有再想到說 你要送我花 他先生說你愛花 好 我送 結果他先生隔天大清早 年紀大了 都有去晨跑 結果跑到冰江花市 買一大箱 帶回來 親自帶回來 他太太說你要多少有多少 他太太看到那一箱的花 火就大了 就準備跟他離婚 他要的是浪漫的花 不是一箱的 報紙包著大批發的玫瑰花 所以男人跟女人 在浪漫的認知上 還是有差別的 對 這個董事長還算好 好歹他去冰江花市買來的花 他是經過一冰的時候 然後經過那邊 他有一些花就帶回來 反正你要花嘛 不是 黃老師剛講的一個重點 那個是浪漫的feu 老婆要的是那個feu 可是對老公來講的話 真的是婚前婚後 那個feu也不重要了嗎 反正倒了手了 你覺得你的整編人是這個樣子嗎 好 我們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婚前婚後 差最大的哪幾個地方 你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感受 第一個 婚前慷慨大方 婚後小氣巴拉不得了 就是這樣的感情 經歷 是嗎 你們家小太是嗎 對 他的小氣不是在 什麼什麼我 他的小氣不是在金錢上的小氣 我覺得那心態的小氣 以前他畢竟大學生學生錢不多 可是他還會把自己的錢省下來 天天買早餐給我吃 你們兩個大學就開始叫我 我們是大學同班同學 他會把自己的錢省下來 來買早餐給我吃 每天晚上我的信箱裡面 都有那個巧克力跟一條便條汁在裡面 每天喔 每天 對不對 他每天 有眼睛吧 真的 有眼睛 你演得真好 現在你看前幾天 我兒子說想吃魚 想吃他 因為他很會煮 想吃他蒸的魚 二話不說馬上隔天 我們在永和開到新竹南鳥買魚 然後我說竟然開到新竹 然後我想吃白帶魚 那你煎白帶魚給我吃好了 先生怎麼回答的 蛤 你說什麼 我怕把你們廚房弄髒啊 對啊 所以他在說 今天白帶魚花很多時間 他就說我不要 今天就簡單吃就好了啦 然後蒸一條魚這樣 我是完全替他著想的 背告有什麼話要答辯嗎 因為他不喜歡廚房弄髒 然後我每次煮完菜就會被唸 所以我覺得鎮魚就不會 我都有親一下啊 我都有親啊 但還是被唸 然後到魚市場之後就跟我講說 白帶魚在那要不要嗎 我就今天給你說 我說不要 生氣了 已經生氣了 對 可是曉代如果要吃婚前 經理如果要吃白帶魚 煎白帶魚給他OK嗎 死都要弄到啊 對 這點很重要是不是 死都要弄到 好 那問題是 如果要講說婚前跟婚後會差什麼 剛才經理講說那個態度的問題 心態的問題對不對 那是不一樣 曉代 那你為什麼你說 是經理反而比較小氣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 就大概那種生活比較自由自在 對 我就大學之前就背那種環保袋 環保袋 然後也常常穿拖鞋上學 然後他每次看到就很受不了啊 所以他那時候就覺得我很窮嘛 其實不是啦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 他就會買包包 買很貴的包包給我 然後買很不錯的衣服給我穿 然後還有不錯的鞋子 運動鞋都給我 都OK 對 那當然其實我到月底的時候 因為我爸給我的零用錢很少 所以我大概到月中就快結束了 那我就要靠他過生活 那婚後差很多嗎 婚後其實你看像我愛運動 我沒有什麼任何不良的嗜好 那我就會去買球拍啊 像我愛打桌球 雨球 我就買球拍 我愛釣魚我就買釣魚竿 很好啊 對不對 很好啊 其實很好對不對 奇怪他都 他只中間買那一百塊的球拍耶 對 他現在還只說你買一百塊的 你是戴智陽耶 對啊 一百四耶 一百四 一百四的喔 要講清楚 那個怎麼打啊 對啊 對 那對我是侮辱嘛 好歹我還有一點實力這樣子 對 對 那就算了 你有跟他講嗎 好歹我戴智陽耶 有耶 他不鳥我 戴智陽哪位 當然啊 當然我也不鳥他 我後面自己去刷卡了 買了好幾千塊的球拍 對 然後後面我因為愛釣魚 我就買了好幾萬塊的釣具 對 結果被他發現 他有一次偷偷把我拿來丟掉 買了好幾千塊的球拍 對 然後後面我因為愛釣魚 我就買了好幾萬塊的釣具 對 結果被他發現 他有一次偷偷把我拿來丟掉 對 因為在丟的過程中 被我鷹眼盯住 我趕快把釣具搶回來 然後藏到分局裡面去 你看藏到分局裡面去喔 出去釣魚 我就直接開車開到分局去拿釣具 然後再出去釣魚 有些人知道 原來我們的社會記者 基本上滿好用的 就是連分局都是自己的倡庫 可以當作 晚上不回來 說我睡在分局 喔 他常常睡在 因為社會記者有很多人會講說 因為要跑線啊 在那邊怕有些新聞 可是今天我不懂 運動有什麼不好 不是 不是運動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剛開始就是 我覺得他對錢沒有什麼概念 因為已經有家庭了 你也不曉得把錢要存下來 你看釣竿 你剛開始釣魚 一定要買那麼貴的嗎 你問他現在釣竿怎樣 後來為什麼要丟釣 他買了幾萬塊 就放在陽台 因為他可能已經釣過於 就是什麼海水嘛 繡片嘛 放在陽台他已經生鏽了 真的喔 然後又佔空間 對 你問他現在有在釣嗎 沒有 沒有 對 好 桌球 你問 戴這樣 戴先生那個 買一次 上次買的幾千塊的 打了幾次 打兩次 比球打幾次 兩次 三次 打案就在這裡 運動真的很好 但是那幾萬塊的釣竿 釣了兩次擺在陽台生鏽 我不是不讓他買 你可以 可是不要剛開始就買那麼好的 當你哪一天真的打就興趣來 你買好的我沒有意見 真的 但是一百塊的也太誇張了吧 對 華老師怎麼辦 我認為是口氣的問題 那個我覺得經理沒有錯 做太太就是 因為他把錢都上繳給他 那上繳給他 他不懂的理財 其實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他學生時代是窮 要靠家裡接濟 可是靠家裡接濟的時候 他就是 我能用多少多少 不能用的時候 再去跟你在想辦法 去撐一下都可以 可是他不用撐啊 有一個經歷幫他處理得很好 他就找到金主了 所以他從此也不用管財 然後等上班了以後呢 錢就上結會以後就上繳給經歷 那全部是你的責任 我就是因為沒有責任制 所以我要花你就全部處理 他也樂得清閒 可是他偏偏愛運動 然後愛運動的時候 他真的是沒有不良思號 那你知道 戴智陽在新聞界也算是有點頭 有頭有臉 然後你給他那140 140 其實是口氣的問題 如果經歷有點耐性跟他講說 對啦 小戴我知道你愛運動 也很好 像有人去吸毒 去喝酒 你都沒有嘛 所以但是我認為說你剛學嘛 那我們所謂140練習期 都比100好 還有90的 我還樂不樂 如果這樣子跟他講一下的話 小戴也許就想說 好啦 小戴吃軟不吃硬 那至於釣魚的話呢 他也是可以用這種方法跟他講說 我們家又不靠你賣魚 然後你也釣不出一個白帶給我 對不對 老師怎麼知道 然後釣上來就問了 我們家也搞得很亂 對不對 他就聽說你管我 老師就是要釣 我就釣條美人魚 我跟你講不然你看看 你這個人就是不認輸嘛 釣三天沒釣到也高興 他心裡就說爽啊 我就是不釣到 我有買到我也爽啊 他就是這種個性嘛 對 因為你知道剛才這個問題 在很多家庭一定都會出現的 就是那種為了這些 然後你為什麼不讓我買這個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不知道 你跟全部之間有因為 錢的問題大方小氣 其實很多都是真的 就像五哥講的 就是為了錢會常常小爭吵 會大爭吵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女生談戀愛啊 就是浪漫嘛 喜歡遊山玩水啊 看花啊 去享受啊 大餐啊 美食 尤其我會覺得 一個約會完之後 一個大餐那是最完美的Ending 那我又愛吃 其實看得出來我的體態 我是滿愛吃的 所以我很喜歡吃螃蟹啊 牛排這些大餐 OK 那當然我覺得 他個性其實不是變很多 因為其實我知道他是很節儉的人 但是在結婚之前談戀愛 他是可以你要吃牛排 就連吃三天沒問題 那我想吃螃蟹 當然最遠就是到萬里嘛 開再遠的車都去 就為了你想吃一隻螃蟹 那你會感動嘛 那當然相處六年之後 我們就邁入婚姻 邁入婚姻之後就發現 他就覺得什麼都以過日子為主 要出去玩沒有 然後因為工作也忙 所以六日都窩在家裡 因為他就累 不舒服 然後呢要吃個大餐也沒有 他覺得日子要過嘛 365天他就覺得路邊攤 麵店 麵攤就這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那個 從公主變成落差 公主 對 變成就落差很大 比如說像因為真的眼盲 他眼盲 然後偶爾就出去約個會嘛 比如說去有孩子之後 就去動物園玩 那玩完之後我一直覺得 就是你要一個完美的Ending 他覺得回到家是愉悅舒服的 對 就大餐都沒有 然後呢 我覺得那個落差是 你會讓我覺得你對我的愛是 熱度是 你直接反射出來是 那個愛已經 對 我覺得你可能不愛我了 我覺得你就是那種 到了手就 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的那種感覺 OK 金莉 你有質疑這樣的反射情緒嗎 你覺得那個愛已經往下盪了 那不是錢的問題 那是愛的問題 對 愛的問題 我們大學同班同學嘛 婚前吹口琴給我聽 在宿舍樓下 經歷我愛你 戴智陽在宿舍樓下喊這種東西 在女生宿舍樓下 我就會做這種瘋狂的事 對 吹口琴 然後說經歷我 大喊經歷我愛你 那現在呢 什麼都沒有啊 現在我在客廳大喊 叫人 趕快去掃地 不是 這件事情 你說從錢一直到那個浪漫情懷 像剛才志儀講的意思也是 我不是單純為了錢的問題 我是覺得那個愛是不是已經變少了 老師你知道 對女孩子來講這就很嚴重了 可是我跟你講 女孩子錯把這個非正常當作正常花 你說有幾個男人 正常的男人會去 在女生宿舍下面吹口琴說我愛你 他不正常 是 你看所有的浪漫幾乎都是來自於非常態 你知道嗎 你看現在情人節 每個人都希望能夠收到 這個男朋友的花什麼什麼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他就是這樣子 他從年輕到老他到退休前他都掩飾得很好 他沒有男朋友啊 可到每年的情人節他都一定 叫人家送一棚花給他自己 自己買花 然後大家都問他說 你男朋友怎麼每年都有送花 可是都不出現 你也不結婚 他說他在國外 因為我們不是情人節才見面 都是在他可以休長假的時候 不是我看他就看他 其實都沒有 然後他要調公司以前 換公司以前 他就請他們的同事吃飯 吃完飯跟他們講說 從今年開始 你們不會再看到有一個陌生的男人 跟我送花了 因為我要到國外去結婚了 其實是沒有 他要去移民國外了 他已經成功了 所以你看他在這一段公司的 這將近十年裡面 他是自己騙自己 可是他為什麼要自己騙自己 因為這個氛圍 女人的浪漫氛圍會感染的 會感染多少人傷感 不甘心 憤怒 然後找老公算帳 找老朋友算帳 分手 甚至找諮商 找律師的一大堆 何必嘛 所以他就為了避免這個麻煩 這是我真實看到的故事 所謂的浪漫幾乎都是 我這樣說非常態是有點過分 可是真的你要至少持久不容易 我跟你講 經歷 你如果他現在每天跟你吹口琴 你一定有一天跟他講說 藍丁死了 吵死了 戀愛的時候就吹就好了 現在不要再吹了 他只要睡覺了 我也很討厭 也一定會這樣子 所以也不能只怪他 可是剛才好 我們先講剛才錢的這問題 老師這錢到底該怎麼解決 這只是您剛剛講說 只要每一家大家口氣好一點點 那個錢多錢少 事就可以解決了嗎 對 因為錢有代表的價值觀 像經歷他的價值觀就是說 我們婚前怎麼樣都無所謂 婚後我們就有兩個小孩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省著用 而且他一定會說 如果萬一你是記者 你退休了以後你要去幹什麼 那我現在薪水稍微高一點 我就要漲經濟大權 我村子是為了替你養老 可是戴智陽就說 什麼人生氣誰先死還不知道 老子現在想花一點錢 現在先讓我快樂一點 為什麼要等我到養老院 你才說你看我以前都為了你 所以你的輪椅是買的最好的 真的 老師太了解我了 你跟我買輪椅也沒有用 我根本不做對不對 他要找一個富士 漂亮一點推他才願意 可是對經歷來說 他就是有打算 細心 想很多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要找一個媽 或者找一個什麼的話 我幹嘛這麼囉嗦這樣子 所以他就不耐煩 可是如果像質疑他們就說 這金錢的價值觀就 我常常說口氣跟態度 也許他的前夫跟他講說 自己那時候只有我們兩個人 所以都沒有小孩 你就是每天吃 我不陪你也可以 但現在已經有小孩了 而且我的工作也不一定安定 你的工作也不一定都常態的話 我們是不是省著吃 你要吃的話我們就選節日去吃 不一定要什麼 我們一出去就有一個Happy的Ending 完美的Ending 每次都要吃個大餐 而且這大餐都由你來處理 也不能去小路邊攤 路邊攤也是很好啊 可是他沒有跟他這樣子溝通 他就會認為說 你以前我說什麼你就答應 現在我要求的你沒有一件完成 那鐵定是愛的冷卻 或者不然就是你不再愛我 所以女人其實很好對付啦 態度跟口氣啦 我常常說你只要態度軟 然後口氣就是 你只要用口水都不用花錢 女人就醉了 那小蛋 來 我們就直接來試驗一次 想要買個魚乾好不好 來 你直接跟你們家經理 申請想要買一個魚乾 然後經理 你如果是不想買這麼貴的 你看怎麼樣弄便宜一點 來 小蛋 請 公益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不對 貴的東西有貴的價值 我又不是女老婆 你看著我講 你看什麼 就是我剛才他都不想面對 對啊 你要跟著經理講 你想要買貴一點的魚乾 我覺得我好熱啊 不是 我是這樣講啦 因為我是覺得說 我不是說 我只有對他買一些東西 我就覺得有點就是我會 你可以先跟我 因為他沒有個底線 他想要什麼 他會先載後奏 對 他就先買了 或者是要買就不跟我講 或者是我講了也沒有用 他覺得那個好就是那個東西 所以他每次買東西 我就很緊張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買沒有關係 其實像我們的生活不是說 好像這樣子就什麼都省 其實我也不是那種很省的女生 對我們大家都有在賺 我說我覺得那生活品質 什麼都沒有 我不是這種女生 我該給你的也會給你 那再來就像老實講的 因為他畢竟是記者嘛 退休之後做什麼我也不知道 而且記者壓力很 你這句話要聽好 因為記者生活壓力很大 我很怕他哪一天就不想 不是就不要讓他把那個經濟壓力 全部都由自己來扛 OK 對 那時候我現在 為什麼要想盡辦法努力賺 你要扶啊 小貞有沒有感動到 對 我瞭解 為什麼要想盡辦法努力賺錢 要賺的比他多 就是希望哪一天 你真的不想工作的時候 你可以丟個禮子彈說我不做了 OK 我還可以養他 聽到沒 記得要向老師講 好 找個漂亮的看護吧 對 這輪已經知道了 小貞 75塊的拍子OK啦 也不要到一百次了 現在講完全75的OK了 十年妹不打球 對 很多老婆絕對都會覺得 老公這件事情怪了 感覺上是兩個人 婚前超體貼浪漫無比 婚後現實不貼心 譬如經理剛剛講 那個什麼吹口琴啦 大喊我愛你 戴階堂 你現在對著夏經理大喊我愛你 夏經理我愛你 你看多無情的聲音 沒有 沒有感覺 口琴拉過來 好 經理 那請問一下 他婚前會不會像送花啦 送卡片啦 逢年過節 情人節啦 什麼的 一定有 一定有 那現在 什麼都沒有 我結婚紀念日吃什麼 一百塊鹽水雞 而且是我去買的 為什麼 結婚紀念日 對他連什麼訂餐廳什麼都沒有 像情人節 你沒有事先訂怎麼可能有位置 當然喔 有一天我就受不了 我就跟他講說 好歹結婚紀念日 你買個30塊的卡片我也開心 隔年真的買30塊的卡定住 他超醜的 對啊 他像他多三半 多三半 都可能30塊 怎麼這樣喔 曉代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陰影 對 陰影 你有什麼陰影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 經常有婚前啦 然後我想說 當然要浪漫 所以有一次我就 那個情人節前夕 我就馬上騎摩托車 飆到竹子湖去 然後我們去買了一大堆的海域回來 然後就送給他 然後還親自去採 好有誠意 一大把送去給他 結果被他丟掉了 不是 多傷心啊 你為什麼要自己騎車上去採海域 因為我覺得那是誠意 你為什麼不跟他一起上去採海域 你跟走到一兵去拿一些花來送他 差別在哪裡 沒有 這個我就不要讓他知道 我就想說好 驚喜 對 弄一大堆海域 還是你是跟英俊你先出去 為什麼不買單 因為我有潔癖 他買那麼一大堆 也是因為他是去陽明山嘛 所以不是說對 包裝很漂亮 他是用抱紙這樣穿起來 他沒有很好的包裝這樣 他拿給我之後 我想說那麼大好 我就放一個水桶或什麼 就要擺嘛 因為畢竟我有潔癖 然後發現放了一兩天之後 那個會臭 會爛掉 對 然後我就 就是一日爛掉我才丟掉的啊 對啊 那你就要寄望婚後 他還繼續送你花嗎 對啊 送花沒有關係 我真的不用送花沒有關係 就糖果或什麼 那種心意 心意要表示 對… 小燕姐你都沒有表示了嗎 因為我真的就覺得 我覺得 不要結巴 平常好就好啦 對啊 平常好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在那一天 你放心好了 他明年絕對送你一顆 糖果 因為你今天講了 好 小燕姐 我讓你換一個角度 那你覺得經歷呢 他婚前婚後 以前他真的就很溫柔啊 對 雖然就就是 完了… 快講到深水區了 你現在嫌他不溫柔了 然後每天生細語 講話心生細語 然後每天笑眉眉啊 他現在呢 對啊 現在就每天管東管西啊 然後看到這個就唸 看到那個就唸啊 然後就一回家就 都唸 都唸西啊 金莉 你覺得他就嫌你以前 他說你以前溫柔 講話心生細語 就像個公主一樣 感覺上現在就是個大媽 他以前我還記得 因為我們讀福大 福大隔壁有什麼 五一四項 我還記得 五一四項是幹嘛 一個巷子 很多美食的 對 那他吃 我記得他還吃炒飯 還在吃牛肉湯角 他還跟我說 我好喜歡聽你講話 你的那種講話聲音 跟小動作都好可愛喔 現在 現在少唸我好不好 拜託 沒有女生想天天唸 可是他的有些行為 你說能不唸嗎 我也不想唸 可是你的生活習慣 跟一些態度 你能不講嗎 我的媽啊 OK 我只能說這對 已經快從黃老師到我這了 沒有沒有 等一下 至於我先問一下 對你也會有跟你中間 也有因為浪漫 就婚前婚後感受不同 然後造成很大落差嗎 會 其實婚前 以前當然談戀愛嘛 那以前初期會上山下海嘛 那後期其實就講真的啦 也沒地方去就Motel Hotel 至少都要 至少就是會覺得 你還需要我有這個熱情 因為我覺得親密關係 互動擁抱這個很重要 那婚後結婚之後 當然也忙 然後住在家庭 因為有公婆 也有大伯 什麼大嫂 子兒 就是全部都握在一起 不方便 那在客廳當然不方便 所以我們的天地只有小房間 對啊 那六日就是他休假的時候 那我記得有一次是因為孩子小 那時候才不到一歲 那我覺得那段時間不出門沒關係 因為孩子小 我也覺得出去累 那到了禮拜六中午吃完飯之後 孩子累了要睡嘛 就要哄Baby睡覺嘛 那就在房間 那當然做媽媽的哄嘛 那你就會希望他在旁邊陪著你 我覺得一家三口在小房間 都幸福 都浪漫 他說你們先睡 我要去客廳看電視 那我說好 就哄著哄著我自己也瞇了 不知道瞇了一兩個小時 不小心睡著 醒來之後想說去看看 他怎麼還沒進來 開門一看 他大老爺在沙發上給我睡覺 我那時候火就起來了 你寧願一個人窩在沙發睡 也不進來陪我們一起午休 就連那麼一點點 相處的時間都不給我 我真的就是再次懷疑 他可能熱情跟愛沒了 OK 黃老師 從剛才講的那個婚前的浪漫這些 當浪漫沒有的時候 對女孩子的直覺反應也是 你不愛我 愛沒有了 其實跟性別沒有太大關係 跟性格有關啦 像姿怡覺得我們已經都沒有時間在一起 都是大家庭嘛 好不容易我們終於可以窩在一起 那你就陪我一下會怎樣 可是男人在還沒有成家以前 他就是個小男生 我是糾纏你 追你 就是因為我要得到你 可是男人結婚以後有了小孩 他就忽然間成熟了 變成一個有理智的男人 然後有一些動作是不能做的 尤其哄小孩是你的事 還有我旁邊哄你不成 所以你們就好好睡吧 我到二阿就大男人的樣子 大耳爺去客廳了 那他也不是故意要睡著 因為他看著電視無聊就睡著 他又累了 結果他剛好也瞇了一下 搞不好是中間 這個男生已經要進房間看 覺得你們在睡我不吵你 他就自己到外面 那既然你們睡了 那我也就睡吧 有可能這樣子 結果他就是多心了 子女就會認為說 幹嘛我要那麼辛苦 哄小孩 你連陪我一下都不行 你寧可在沙發睡也不陪我睡 那其實這是 就是把小事畫大事 就是用太多的情緒畫 來解決這種事情 可是我剛剛講到 浪漫這件即便結了婚 對小在來講的話 那個某些特別日子的儀式感 是不是好歹你也做一下 就不見得要花要滿處的 然後不見得一定要是什麼 可是就算一顆糖果 今天一直強調 你不要明年真的送一顆 黃老師講的 那個儀式感很重要 第一年結婚今天一次就忘記了 我就忘記了 真的喔 你們還撐到現在 真的 然後那個儀式感還是很重要對不對 對 當然儀式感是重要的 因為女人就是享受這個儀式感 就是的浪漫就是在於 你的態度跟你的作為讓我感受 像經歷他一點都不是那種 愛奢侈或者拜金的 他就是說你就是讓我感到 他說花我很感動 可是那花你是拔起來的 裡面都有泥土又爆紙 然後兩天以後就臭了 所以這樣好的心意 我非把它丟掉不可嘛 可是他並沒有 他像他還記得 就表示說這件事我是記得 雖然不是我要的 可是我覺得女生也要 在這個必須要讓男人浪漫的時候 提前告訴他們 不然每個人都用他的主觀 在判斷對方的行為 這也是會造成很大的隔閡跟誤解 像我有一個朋友他就是 每次他生日的時候 就三節嘛 就生日結婚紀念 母親節 他都一定跟他先生說 親愛的 我跟你說 今年的母親節 我已經跟夏經歷還有吳姿怡 我們已經說好了 你不用跟我慶祝 你只要拿出我那一份兩萬塊錢 我們要到日本去玩 他就跟他先生說 然後他說你覺得怎麼樣 還是你覺得在國內 我選一個三萬的 或者要四萬 你們也跟我去這樣子 他先生當然是選兩萬 兩萬 而且還有一段時間 控檔 就兩萬成交這樣子 還有他這很厲害 他比如說已經到了 該要拿兩萬的時候 那他就跟他先生說 你不會真的就送我兩萬而已吧 還要再買東西 這兩萬是我們的旅遊費 那是旅費 對 旅費 其他那些就看你的誠意好了 他先生就說 我的誠意很難講 他說好 那你誠意很難講 我就幫你講 好 原則上是五萬最好 十萬也不少 好厲害喔 學起來 他先生就最後包五千給他 在他走的時候就說 親愛的 我知道你要五萬幾跳 但我的能力只有五千 最幾千 那兩萬是誠意 那五千是家喉 就是說 伏肌就搞到這樣 就是情趣嘛 他再來就把那一封信給大家看 所有的女人都學他說 我們都沒有 只有兩萬 什麼都沒有 你還有五千 你說 結 你算贏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男生他不懂這麼多 你要告訴他 像他結婚紀念的時候 他先生就去說 每個人都有買珠寶給他太太 今年我決定 我們要結婚已經十年 所以我打算去買珠寶給你 然後他查一查 十年很小 不知道白痴 就很小而已 然後太太跟他講說 親愛的 你要趁我年輕 醫生還沒有宣布 我有乳癌以前 你要先給我掛在胸頭 不然如果你要等二十年 再給我的時候 我如果得到乳癌 動手術我是絕對不會去帶的 所以你要誠意這樣 結果他先生真的 他這個男人就是你給他提示的 但這樣可能就說 你哪有那麼快早死 我死得慘了 我早死 他可能講這種話你知道 但是他就白髒的有可能說 他那個先生就說不會啦 不會 不會 好 這樣子 他拿到訊息了嘛 結果他就去跟他太太說 既然你會考慮到說 你將來帶跟不帶 那你就自己去選 然後我買給你 但是有時候女人就說 我不時接來使 還要我自己去看 你就是要給我驚喜 有時候驚喜又嚇死 你忙的你又不要 對 你又嫌臭 對啊 就嫌臭 所以後來他這個太太 就自己選了一顆 那他先生就又跟他太太說 因為他也是公務人員 沒有說很多錢 他就跟他講說 我們要帶房貸 所以這一顆鑽戒 我是要買好的給你 但是我要用分期付款 他太太就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他願意 每天給他有限 他也是上繳嘛 薪水都上繳 他要有限 他要去節省他的便當 交際什麼之類的 就很感動 就會常常拿出來說 你們知道 我老公給我這顆鑽戒 是用分期付款 每個人聽完了故事都說 如果是這一顆可以分期付款 我跟你講 我讓他分期20年都沒有關係 所以女人在乎的那個浪漫 你在乎 可是你要讓男人知道 你要什麼 很多女人要男人猜 男人是猜不猜的 這些最快來到的 大概會是在什麼時候 生日 生日 你的生日嘛 對 小燦 要不要在鏡頭前面 告訴大家 今年經歷的生日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 我一定寫個小紙條給你 保證有驚喜 好 沒關係 我們看紙條內容 好 經歷 我們下面再來參加一起 讓大家知道會是什麼 五千而已 我大概會多個一千 這樣 小燦 票出我沒有給你機會 OK 下一個讓 尤其女性朋友覺得 就是剛才經歷跟小燦 都三不五十在中間會抱怨一段 明明是個公主 怎麼搞到最後碎唸成這樣 小燦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可是跟他聽你講說 你們讀書的時候 你說你超級喜歡聽他講話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希望他那個形象 維持在我心目中 對 我真的覺得婚後完全不一樣 真什麼都要唸 對 真的 不是 那是你的問題 刷個牙喔 那個不小心那種泡泡 一滴我 我眼睛真的看不到 滴在那個鏡子上 他可以唸好幾年 我可以把回物有證據 然後我把書啊 我只是把書放在書桌上 書桌上喔 書桌上的書桌 對 但是他要放在書架上 書架 書是放在書架不是書桌上 然後鉛筆喔 筆喔 放在書桌上 也不行 也不行 鉛筆是要放在筆筒上 他要對 他要對 線要對好 線為什麼一定要對好 我覺得整整齊齊齊 你的心就很正 對 但是他說筆棒放不好的人 就心速不正 對 鞋子也要放 才能走正常的路這樣 看我皮夾喔 那個鈔票沒有同一面這樣放 鈔票要擺同一面 對 這樣才可以愛惜錢 所以賺到錢 投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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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多分嗎 黃老師 你告訴我 這日子怎麼過下去 夢就無聊 不覺得很無聊嗎 我們兩個生了兩個小孩 對啊 所以他真的不簡單 對啊 所以我每次都會即時踩煞車 我就這樣 好停 現在停 來 我們賭一下 如果可以三天內 你不要為這種事情念我 我就給你五千塊獻金 對啊 他們很誇張 我們全家人玩遊戲打賭 就輸的人要聽前面 就另外三個人的話 他們三個人就說 如果我是最後一名 就是三天叫我不要開口講話 對 沒有人要誇張 不是開口講話 就不要再念這種小事情 連女兒都站在他這邊 對 我可以投票嗎 我也投票 其實我也想要站在那邊 其實我也受不了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粗心大意的人 你比較粗心大意的人 那其實老實說 我自己也剛剛聽完 也總結一下我婚後其實 因為婚前都打扮太漂亮 其實我不太會整理家務 所以我的家也是亂七八糟的 互相啦 我覺得兩個人都比較 所以這件事情也會造成 你跟你前夫之間 也會有一些舉語或是 其實這我蠻感謝他 他其實倒沒有去嫌我 或者是去念這件事情 對 就是其實在家因為是錢金 那其實我公婆跟我先生那時候 其實是也沒有刻意去指責 或者去糾正這件事情 但我會覺得說 可能沒有在娘家那麼舒服 向公主錢金 所以其實是我覺得 那時候我年紀 我二十四歲就結婚了 所以我覺得是那時候 真的是自己也不懂事 但聽完他們這一對之後 然後我發現 沒有 其實是我老婆自己 其實我老婆不瞭解 我真的 我跟她解釋過很多次 就因為她也在上班 然後她也忙 然後我都說你回家就休息 就是那種打掃這件事 一個禮拜掃一次就好 不要天天掃 可是她剛才說她有潔癖 其實我覺得她那個不是潔癖啦 因為我覺得潔癖是很嚴重 她還不至於嚴重 她剛前面的那些規矩還不算嗎 我覺得她就快到強迫症了 我覺得那是強迫症 我都想問經理說 我這樣做的姿勢可以嗎 真的 或是我這個指向擺OK嗎 那如果說你平常一到六的話 你只要看到哪邊有小亂 你就花個十分鐘 整理一下就好了 但是她都不行 她都要 不是 因為我們家的亂 來自於這位先生 真的嗎 這樣就好了 不是垃圾桶在這裡 那為什麼垃圾 要放在垃圾桶的旁邊 對啊 為什麼 然後那個我們的托盤 餐盤 那個水杯都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們的水杯 永遠都是在她的旁邊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你眼睛斜視嗎 對啊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方便就好了 而且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認為的休閒啦 休息 因為下班回到家 我是希望就是輕輕鬆鬆嘛 就沒有就是好好的休息 可是你看到回到家 是亂七八糟的 你覺得可以放鬆嗎 我沒有辦法 我們家的亂 是我們所有的朋友 來到我們家之後說 也要想 你們家怎麼可以整齊 要這種 我光聽剛才講的那一段 我完全可以想像 如果沒有必要 我們不到你們家做 都說你們家怎麼可以整齊 要這種 我說 蛤 有人說超亂 對啊 但基地 你看喔 因為你自己也希望家裡面 要整齊得像這個樣子 可是你做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不會做的時候 又會 就是帶致癢 你有必要要這樣嗎 這個什麼什麼 就是你會一邊唸 一邊唸一邊做 然後一邊那個又一邊閒 然後反而他們又覺得說 那你幹嘛要做 我也不覺得有這麼麻煩 完全地模一樣 對 每天就是這樣 我每次他說什麼 剛剛就沒講 他刷牙什麼 一滴什麼看不到 然後哪是看不到 我視力我近視眼 我都沒有帶隱形眼 就看得很清楚 我真的看不到 我有一天就發現說 為什麼會刷牙 可以把那個噴的一點一點 對 泡包會在鏡子上 因為我發現 我有一天就看他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他有骨刺 他脖子有骨刺 所以我發現他早上起床的時候 是沒辦法立正站好 站一邊刷牙 他是手扶著那個牆壁 那鏡子就離鏡子近嘛 所以整個噴到 對 噴到沒有關係 那你要自己親啊 那你會想想下一位嘛 他不只有骨刺 他眼睛也不好 對 可是你們如果出門或什麼的話 好歹啦 你說從前面到現在 他會幫忙搭手拿東西 或什麼什麼的 他這個會幫忙吧 被我罵過之後會了 可是那個倒海 我覺得比較介意的是下雨天 有一天我跟我兒子的同學 幾個家庭一起出去 吃完飯 剛好下雨 其他家庭的老公爸爸 都已經跑去車上拿傘了 只有我老公下雨 趕快 1 2 3 我傘很傘趕快跑 1 2 3 跑 他講1 2 3的時候 我覺得好吧 那我就跑吧 那時候還開開心心的 對 我們四個人跟小孩子 四個人好像很開心的到車上 之後我還覺得 我還沒有什麼感覺 只要有一天 我每次出來玩 回到家車子停好之後 都是派我去買晚餐 好 我去買晚餐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那天 我是在超商 他們知道我要去超商買東西 然後我出來的時候 已經在下大雨了 是不是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我在超商 對 那是不是一定要拿雨傘出來接我 對 沒錯 沒有 我就回到家我就生氣了 外面下雨 竟然沒有一個人拿雨傘給我 然後他就說 金莉妳錯了 因為妳沒有聽到 他們三個在車上說 1 2 3 快跑 妳沒辦法 我們正在家裡玩 對 然後他就跟我兒子說 你看吧 我剛才叫妳拿雨傘給妳媽媽 妳都沒有拿 我兒子說 妳拿有獎 他還推這個給小孩 對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你看他都不知道 他就沒問題 這個是最高境界 是真的 就是完全失憶 對 其實我不是說 我零到雨我會不開心或這樣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小孩面前做這樣的示範 我跟你講以後老了之後 妳就零雨 小孩子不會拿雨傘給妳 對 最後一句話 這個嚴重 真的 我覺得小孩子看著父母親長他 他覺得爸爸媽媽 他淋雨好像也無所謂 那以後也沒有 那我為什麼要過情人節生日那些東西 其實我也無所謂 可是小孩子會覺得說 生日 媽媽生日 爸爸也沒生日表示 表示媽媽不重視 那我也沒有 我錯了 我錯了 從今年生日開始 不要說從今年 從明天開始 OK 在四人家經常就抓到別人 四人家 他都抓到人事也不會做 他小孩都撞到那裡 所以我們要盯著他緊一點 對 會 各位黃老師 財美文醬醋茶說實話啦 你說夫妻之間真的就像你問自己 那後來為什麼走上離婚那條路 你現在真的問他 有哪一件是天大地大 當然你說有一些原因 可能夫妻之間如果真的發生了 你說有外遇的問題或什麼 那真的是大蛇 可是有很多夫妻離婚真的 你不要以為離婚協議書上面 講的什麼因為雙方什麼理念不合 或雙方沒有辦法相處 這種就是相處 能不能相處就是這樣的事 對啊 你夫妻兩個在戀愛的時候 原本就是個性不合 大家都會取其共同值最高的 共同性或者就是互補性嘛 那你會戀愛也是一個緣分 然後結婚夫妻更深長的緣分 我曾經去訪問幾對老人家 都是婚姻超過55年或60年的 幾乎答案都一樣 就是說我們鎖定目標 就是希望將來孩子結婚的時候 我跟他可以一起站在 這個證婚台上做目標 其他都是小事 忍忍就忍 忍過去就過去 就是我說的 就是錢可以解決都是小事 不死人都不要緊 所以這個夫妻之間的瑣碎 可以到剛剛就是說 上廁所 刷牙這些都是問題 譬如說你剛剛說的鼻桶要放哪裡 他的那個強迫症或者潔癖 你已經握手受不了了 可是戴智陽就引以為榮 就是說你們要比妻子賢慧乾淨了 請到我家來看 他雖然背後下去 但是他這當面也很有面子 可是經歷一開始就是說 我們結婚以後 你的記者的工作生涯 我很擔心 那我們孩子要大以外 我希望能夠照顧你到達 所以錢我是為你而準備的 這也是讓戴智陽感動的地方 對啊 夫妻就是這樣子 對啊 其實很多表面嘴巴講出來的時候 你看講的刺牙裂嘴心 其實剛剛黃老師講 那個感動在心裡 有很多都是這個樣 其實 對 婚姻到底會不會是愛情的墳墓 說實話 每個人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一定是這樣 但是婚姻就是柴米油鹽醬出茶 能不能在這裡面 找到夫妻的相處知道 剛才現場來賓已經幫你們做 最好的一切的吃飯 那只是經歷請問一下 我這樣的作姿真的可以嗎 超帥 超帥 可以嘛 OK 那看來再問一下 你剛剛講的生日說的那些 大概在幾月份 六月份 六月份 到了六月份以後 我們會在節目裡面告訴你 戴智陽到底那個紙條 做了什麼樣一些的表示 那黃老師就可以告訴大家 經歷後面該怎麼做 OK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 正正有吃 我們下集結 拜拜